飛揚的動態 跟剛才那張又略有不同 剛才沒有這些切割 而這一張角度差不多 可是通過剪紙 通過這個鏤空 變成了飛揚的動態 而宇宙峰這個戲 林峰年的宇宙峰 這個戲是梅蘭芳非常有名的代表作 他演的是這個奸臣趙高 就是秦二世的時候 直不為馬的那個趙高 那麼他跟當時的忠臣 姓匡的這家人作對 那麼趙高呢 本來想陨落收編這個匡家 所以把他的女兒趙雁榮 嫁給了匡家的兒子 結果沒有想到趙雁榮嫁過去以後 跟匡家的兒子感情非常好 所以兒子的忠臣 並沒有被趙高收編 所以趙高一進不成又生二進 他就把匡家的傳家之寶 一個寶劍宇宙峰 宇宙峰是一把劍 是匡家的傳家之寶 趙高呢就派人 偷偷的把宇宙峰寶劍 從匡家偷出來 然後去刑刺皇帝 那個那個秦二世 那麼然後故意被抓 然後秦二世一看誰刑刺我 宇宙峰就是匡家的 所以把匡家的門抄斬 只留下了趙高的女兒趙雁榮 這個趙雁榮又被接回了夫家 而不是接回了父親家 那麼接回了父親家以後 日子過得非常地痛苦 因為他知道他的丈夫是被 丈夫的全家是被他父親害的 所以他一出場就念著 杜鵑知頭戚血淚暗悲題 這樣一個悲劇性的女子 而趙高竟然第二次把他嫁給秦二世 而讓他嫁給秦二世 來希望皇他就變成國障了嘛 那麼可是趙雁榮說什麼也不願意 所以在金殿上裝瘋 然後逃過了這一場災難 那麼這裡我們看到這個戲 那個林峰年對於這個悲劇意味 非常有感受 所以他從姿態跟色彩上 掌握了一瞅一美的對峙 所以畫了好幾幅 一開始那幅從角度的對峙 第二幅用剪紙的藝術 第三幅從色彩作為一個對峙 好 我們再看封面這一幅 除了皮影 除了剪紙之外 羅花蕩 張飛的戲 可是我們看到了皮影 剪紙之外的幾何圖形 對不對 這個船夫 船長 整個是幾何圖 秋江也是 一個老船夫跟一個尼姑 尼姑要去追趕情人 跟老船夫互傳 這麼一個風情移拟的秋江的戲 林峰年用幾何圖形來表示 而除了皮影 除了剪紙 中國的民間藝術 以及幾何圖形 下面這個白蛇傳的另外一幅 更看到了變形 我們更看到了這個變形 這個眉眼之間 然後這個呢 窦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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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變形加幾何 所以我們看到的一方面 處理這些中國戲曲上有名的 黃天霸 窦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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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戲的時候 竟然用了這麼一些手法 這些手法哪裡來的呢 當然不同於皮影 不同於剪紙 是中國民間藝術 這些手法是西方的立體主義 西方繪畫的立體主義的幾何結構 所以這是他去巴黎學畫的時候 最大的心得 他學來了立體主義的幾何結構 立體主義反對原來古典的 古典的認為說單點透視 可以把自然的現象再現出來 他認為說我們用單點透視 就可以呈現寫實的大自然的現象 可是立體主義從賽上開始 後來到貝卡索 從賽上開始認為說不可能的 宇宙間現實中沒有什麼真相 你從這個角度看 你這個視點從這裡看 是這樣單點透視看過去 這個是你眼中的真相 可是只要你一挪移 真相就變了 所以宇宙間沒有所謂的真相 所有的東西是在變動 因此藝術是不可能再現 重現自然 因為一定受你自己的觀點的制約 你自己從哪個觀點看 你就只看到了那一部分 所以立體主義這種創作論 其實不只限於繪畫 他講的是宇宙的一個真理 就大自然界 現實人生不可能受限於自己的觀點 因為你站在不同角度看到的就是不同 所以賽上他畫畫的時候 他寧可忠實於自己的雙眼 我們站在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真相 所以應該是用自己的雙眼看到多重的視野 我們應該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我們應該要看清楚要認可 視點是可以移動的 觀點是可以移動的 所有的事情不是只站在這個定點能夠看到的 所以這才是宇宙的真理 所以繪畫的時候 他想創造一個新的繪畫空間 是讓感觀視覺過度到觀念視覺 而他更認為繪畫是什麼呢 不是模擬一切的真實 如果模擬真實畫得像 那我幹嘛要畫呢 看真實就好 所以繪畫是分析事物 是從事物裡面抽離出最簡單的形式 而在畫布上面出現的是符號般的造型 經由視覺慢慢地被組合 這才是藝術對於人的觀點 對於人的視覺的啟發力 所以你必須看到事物最原始的本質 它如同這個原始的本質 被可以概念化到跟符號一樣 然後畫畫是一個訓練啟發人的視覺 看到符號的重組 所以符號畫出來的不是具象的世界 不是具體的世界 而是畫家心中的意象 這才是創造 這才叫做千想妙德 才是我們的主題 所以後來從賽上到培喀索的哭泣的女人 你看這樣一張畫 女性的哭泣 她不知捕捉 不知捕捉瞬間 她看到她不同角度的所有的哭泣形象 把它一起拆解 組合到一個畫面上 這也是她穿襯衫的女人 也絕對不是顯實的模擬 而是各個不同的 穿的過程中穿出來的姿態不同的 這張雅維農姑娘 更是立體主義的最大表現的 所以立體派是以概念性的手法來處理人體 她認為人體可以簡約的分 用幾何的菱形和三角形來呈現 而捨棄的標準的解剖比例 所以當她要去了解戰爭的慘痛的時候 她是把現實世界去變形 扭曲拆解重組 所以畫畫不是巨像的世界 也是畫家心中的意象 而且更進一步的是 任何的對象 我們眼中看到的東西都不是真的 因為我們只有只看到一點 一定要不斷的變化 所以我們這一點看到的東西 很快就會消失 就會無效 所以任何對象都處於消失的危險中 所以繪畫進入一個幾何結構 而我們看到的東西當然就不清楚 就無法辨識 所以繪畫根本就是一種暗喻 而我覺得文學戲曲 我自己嘗試一些編劇的工作 雖然做得很不成熟 可是我自己也可以體會到 從我年輕的時候開始編劇的時候 是老老實實地說一個故事 讓演員演一個故事 我重視的是劇情要言思合奉 劇情之間人物關係要非常非常的合邏輯 可是後來我發覺不可能這樣 因為這樣不是人生的真實面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要用一種意象 要用一種暗喻 去讓舞台讓表演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呈現一種多重的視覺 那麼這個皮卡索這張畫 他把各個部位都被簡化成最基本的形態 所以用切割把眼睛鼻子嘴巴 雙手一一分解然後一一重組 當然也就不可辨識了 可是讓我們看到空間跟時間融合在一起了 空間畫面上面根據的是一系列 相繼採取的視點層層分解開來 引進了新的另一度空間 同樣一個畫面 就在這個畫面上 可是這個眼睛很可能是從此時此刻的角度看的 而這個部分 這個眼睛有可能是 比時比刻的一個角度看的 不同的時間集合在一個空間上 所以時間及空間 空間及時間 而這樣的一個說法 林峰年在看戲的時候有所體會 官良拉著林峰年去看戲 我們剛說了 官良本來就喜歡戲 跟著看戲跟著唱 林峰年不是 他沒有看過戲 所以他帶著筆記本去記筆記 然後做素描 而他體會到了 他用一個非常陌生新鮮的角度 我們所謂用他者的角度 去看戲的時候體會到 看戲一場一場 時間是綿延的 所以他體會到京劇戲曲 是突破時空的限制的 這句話我們懂戲的人常常講 場隨人以井從口出 舞台的空間 這假設是一個舞台 戲開始如果還沒有人出場 演員還沒出場的時候 這個舞台不代表任何環境 可是當楊四郎出場了 這個舞台我們就知道 是楊四郎所在的公院 然後接下來 當楊四郎下場 他就離開了 公主也下場就離開了 假設這個舞台是空的時候 他不代表任何環境 當蘇三上場 我們就知道這個舞台 是蘇三的監牢 而當蘇三在中間走圓場 走動的時候 這個舞台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從紅銅縣到縣到省到太原去的一段路 所以舞台的場 舞台的空間是隨著人移動 他代表的是什麼環境 我說這裡是公院內就是公院內 好 謹從口出 而民風田陌生的一顆心看戲 他體會到了戲曲是突破時空限制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各位看過戲 看過打仗 有打仗的戲的話 兩方對陣 互相打打打 打完以後 一定亮相以後 有一方是失敗的 失敗的一方 就從下場的趕快下去了 各位有沒有看過戲 有沒有看過得勝者是怎樣 你如果照現實 照真實生活 得勝者 我要追啊 你敗了 我要追你啊 應該是一秒鐘都不停留的 直接追下 對不對 可是你看戲的時候 得勝的人會直接追下嗎 不會 因為那太可惜了 放棄了我表演的時間啊 所以得勝者都會怎樣 他會看著對方下 然後站在台上 甩下場花 下場的槍花或是刀花 看我手裡的兵刃是槍還是刀 我就要開始大耍一陣啊 耍到觀眾拼命的開手 那我還要再多耍幾下 你們掌聲太熱烈了 我要熱情回饋 所以本來耍兩分鐘呢 可能耍到四分鐘 觀眾掌聲如何一樣 我就拼命耍 耍到五分鐘 然後最後我亮相 接受你們的歡呼跟掌聲 如果觀眾的歡呼掌聲很熱烈 我亮相可以站一分鐘 等你們多歡呼一下 你看這前後搞出來的六分鐘 是幹嘛的 敵人跑走了 被你打敗的人 跑得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這六分鐘 你為什麼要這樣浪費 干擾他 這六分鐘的時間 是真實生活中不存在的 因為你要去追他 你一定一秒都不停下 可是這六分鐘是心情的外線 我得意啊 我好興奮喔 你看我把他打敗了 我的槍啊 我的槍法多厲害 我的刀法多厲害 我再耍給你看 你看我有多厲害 所以這個就是心情的外線 我就再用我的肢體 我的身分 我的武功表現一遍 我有多厲害 所以這六分鐘是不存在的時間 可是舞台上化為表演無限的放大 所以舞台的時間限制 時間 舞台的時間是 是不被真實的所限制的 所以那我還沒有講完 就是兩方對陣 一方敗下以後 勝利者留在台上 大耍槍花 然後踩了才下 然後你會看到 失敗的人會從上場門再上 然後穿場而下 然後剛剛得勝的那個人 再上再追上 同樣一個台三次 對不對 總共有這三場 總共同一個舞台面 出現了三次的時間 第一次可能是十點整 他打敗了 然後我到十點六分 我耍完了我下 然後第二次那邊的過來 然後第三次我再追過來 三度的時間在同一個平面上 所以舞台的時空 所以林峰眠體會到了 畢卡索能夠把物體拆解之後 壓縮折疊在同一個平面上 我林峰眠就能夠把一場一場的故事 跟一個一個人物也折疊在畫面上 我們追求的不是體積感 追求的是綜合的連續感 所以這個叫形體疊加時空混合 我通過形體的重疊組合 來把時間及空間 空間及時間 把時空混合在一個畫面上 所以我們看一下林峰眠的寶蓮燈 你看這個戲三聖母的故事 寶蓮燈在這裡 透亮的寶蓮燈在這個地方 三聖母跟她的侍女丫鬟 可是其他的人物在哪裡 這個大概是城鄉吧 P395的城鄉 這個是二郎神楊姐 這裡還有人 這裡還有很多人 這些人有的分辨不出來 誰是誰 大概比較清楚和分辨的是楊姐跟城鄉 小孩子在哭泣 拿著一個斧頭想要披山救母 可是你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跟剛才官僚的話一樣嗎 是同一個瞬間 同一場戲嗎 不是 它有切割線 你看這邊好多的切割線 它通過切割線 把故事情節裡的主要人物跟背景的事物 並置在一個畫面上 所以寶蓮燈 三聖母 城鄉 二郎神還有天兵天教 被切割線隔開成好幾度空間 而這樣可以把連續的故事情節 接連好幾場故事情節 在一個畫面裡面表現出來 所以林峰蓮學來了立體主義的幾何結構 它以戲曲 以金句為載體畫下了它的時空觀 所以你看這個也是寶蓮燈 也是林峰蓮的寶蓮燈 我們也看到了 這是城鄉 這是小城鄉 這些就是二郎神揚解 然後其他還有一堆人 這個也是一樣 這都是寶蓮燈 這個更抽象 更幾何圖形的 可是我們還是看到了 這個小城鄉跟二郎神 那麼打魚沙家他也是這樣畫 打魚沙家在舞台上 梅蘭芳多漂亮的身段 舞台上有婦女在打魚江上行舟 也有後來的沙家 連續多少場戲被林峰蓮 用切割線壓縮在一個畫面上面 所以這是他的形體疊加時空混合 他把這個舞台的東西 變形疊加組合 他跟關梁不一樣 關梁是用蹦蹦長 亮相前瞬間的姿態為構圖 而林峰蓮脫離了情節 脫離了敘事 把戲曲畫建立在西方的 碧卡索的立體主義的時空觀上面 時間及空間 所以看開關梁的戲畫 我們能講出故事的情節 他在亮相的瞬間或是前一秒 被凝固出來一個動態的美感 驚喜神都在關梁的身份畫筆下 而林峰蓮的戲畫 他不是要再現戲曲文化的精髓 他不是要把舞台上的美 在他的畫筆下表現出來 那有什麼意思呢 我畫得再美 不如你去看梅蘭芳 他是要創造 創造二十世紀下半期的 屬於中國的結合西方的藝術 所以他對戲曲最大的興趣 是他的時空觀 那這個是林峰蓮的寶蓮燈 他有不同的畫法 那昨天傅深老師有提到 說林峰蓮畫的每一個女人 都是同一個女人 白蛇傳也是這張臉 也有人說 這個女人是她的母親 她是林峰蓮的母親 好像有人說 林峰蓮小的時候 她的母親在傳統社會裡 受到了很大的打壓 有一次幾乎要被燒死 林峰蓮去救了她的母親 可是從此跟她的母親分隔 那這些我們也不是很瞭解 可是很多人都認為說 林峰蓮的畫 她畫的不是三聖母 不是白蛇 她筆下的每一個人物 都是她心裡的一個悲劇性的女性 所以寶蓮燈這個城鄉 披山救母的故事 傳說中是劉相 後來到舞台上叫劉彥昌 一個書生經過畫山 然後到山上她走不出去 山路難走 可是山上有一位廟 她進到廟裡 一看一座女性的神像 哇 她脫口讚嘆而出 好美的仙女啊 然後這個仙女 三聖母聽到了 神像聽到了 她很孤單寂寞的在山上 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 沒有一個人來到這裡 讚美過她的美 所以當下她的心情復活了 她就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少女 下來跟劉相跟劉彥昌談戀愛 所以後來生下了城鄉 所以寶蓮燈城鄉 披山救母是一段人神戀的故事 所以也有人說 林峰蓮畫 為什麼主角只是三聖母 她要畫那麼多 是你丫鬟幹什麼呢 因為她要表現的是一個仙女 一個人神戀的關係 所以這幅仙女群像 有八個仙女 而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解說 這未必是八個仙女 這可能是她心目中的母親 八個不同角度的美好的形象 我們再看這個很有名的她的霸王別姬 這個霸王低眉沉思人類 瑜姬仰手向著霸王 而右手拿著劍准備自吻 非常幾何圖形 可是非常的震撼人 林峰蓮的霸王別姬 你看這裡有皮影系的造型 有簡直的造型 有立體派的幾何化的一個形象 而這一張比例上更主觀 對於瑜姬變得這麼小 那霸王如此的立拔山西 可是這麼一個軟弱的 一個弱小的瑜姬 臉始終衝著她 卻忍不住不得呼舉見自吻 所以這個比例的選擇 更是一種謙響妙德 更是一種主觀的創造 通過豐富的想像 而使事物傳神 同樣是霸王別姬 霸王是要扎靠 也是那個盔甲 可是扎靠 靠的結構是有四面背後的靠旗 中間有靠肚子 兩邊有靠腿 而這個林峰蓮利用這個靠 當作切割線 我們剛剛看到三十五內章的切割線 他就利用靠當切割線 然後把霸王別姬的 所有一場一場的戲 壓縮在同一個空間上 這一幅也是一樣 這個靠也是一個切割線 這個更明顯了 幾何圖形的切割線 利用他本身的靠旗 所以這個霸王別姬也是他 我們再回看一下 舞台上的霸王別姬 色彩繽紛炫爛 身段是圓轉的 霸王於姬五見的時候 霸王盯著不捨得盯著他看 可是這一切 被林峰蓮用這樣的方式 用靠幾何圖形當切割線 呈現了好幾個連續動作 在一個舞台上面 時間跟空間的壓縮 而我們利用霸王別姬 再回頭看一眼觀樑 這個是霸王別姬 觀樑怎麼畫霸王別姬 跟林峰蓮大不相同 雖然這個瑜姬還是紅通通的涼快 這顯然是他看戲的時候 幼年看戲低到被抓住的視線 來瑜姬的眼神 霸王的眼神有其盯著他看 所以舞台上元氣淋漓 氣韻生動 所以 再給我們這樣交錯的看一下 林峰蓮的鬧天宮 是我們這次的展品 各位可以去看到 林峰蓮的孫悟空 西遊記冒天宮 你看這完全是抽象畫 這個還不算完全的抽象 因為人物依稀可變 唐三藏 孫悟空 豬八戒是在這裡嗎 沙悟經在哪裡 有一點辨識不清 可是全部就是被拆解壓縮的 而這一張也是 這是孫悟空吧 然後 每個地方 這大概是豬八戒 就是你不用去辨 這個臉型 臉部的造型是中國的 可是整個採用的是 剛才我這一片 形體疊加 時空混合 是變形的拆解和疊加的組合的 所以林峰蓮的話 不再說故事 他把畫建立在西方立體主義的時空觀上 那麼他畫的孫行者更是如此的 這一張完全是不可辨識 跟剛剛那張還依稀可變 這一張不可辨識的孫行者 我們卻覺得跟畢卡索這張有點像 對不對 同樣把人的各部分簡化成 切割分解然後又重組 你再回頭看觀念 他的孫悟空好可愛 驚猴奮起千鈞棒 玉宇成千萬里哀 所以這個三打白骨精 非常的深蒙有力 這個好可愛的孫悟空 你看這張紅通通的臉 跟眼神 威風靈靈 這是一個舞台上的神色異趣 而林峰蓮的戲曲話 講究的根本不是戲味 他更關鍵他不是那麼喜歡戲的人 戲只是他的載體 官梁的話是玩出來的 所以林峰蓮的水漫金山 哇這個大氣磅駁 不知道誰是白蛇誰是青蛇 然後蝦冰蟹醬 可能還有許仙吧 而林峰蓮說了 他畫這幅畫以後寫了信給他的學生 他我想將傳統系的動作分畫以後 再把它構成創作 在畫面上或者可能得到 時間上綜合的觀念 你看他的興趣在這裡 所以他是把所有的舞台動作 先把它湊集了 然後切割變形重組 擠壓在同一個畫部上 他的興趣跟觀量不一樣 林峰蓮的腦海中 沒有什麼蓋教篇 沒有什麼美男方 都是他心中的 時代的悲苦 或是個人的悲苦 而我們這次的展品 還有這一張 林峰蓮有兩張 除了剛才的《鬧天宮》 還有一張《火燒赤壁》 《戒東風》 我們現在也能去《戒華》 《火燒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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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重的墨線和墨塊 跟人物心地相關 也象徵著如期的熔業 《大紅 珠紅》 《絕紅的色塊和火光相關》 也象徵著激烈的战爭與燃燒感情 所以它是由練形的臉譜 傳達的是生命的形狀 這個生命有中國的大時代 也有林峰蓮個人的生命經歷 所以人物是殘缺醜意的 色調是成語強悍的 筆畫是強悍自已的 戲曲本身的精緻聯雅 虛擬想像空靈血液跟絢爛的裝飾性 在林峰蓮筆下是消失的 林峰蓮的戲曲畫 是宣洩內在世界的符號跟仲介 所以它還有一幅火傷事物 剛剛那幅是我們的展筆 這兩幅很像 都是這樣 一個一個的臉鋪 有的半圓 有的方的 有的圓形的 你無法辨識的人物 都在一片火光中灰飛煙滅 所以林峰蓮他想用的是 多異性的視覺圖像創造 這就是我們講的千小妙德 我們最後回到觀良的這幾幅 觀良 我們這樣講了半天 林峰蓮結合了中西 好像講了半天 觀良似乎只有中國的禮法 未必 所以最後我們再看一下 觀良的貴妃醉酒 除了我們一再也講到 洪澎澎的這個跟她的眼神之外 這貴妃為什麼跪下了 對不對 跟剛剛那個喝酒的時候 剛剛喝酒的時候是 以酒一口去救我們的杯子 這時候她幹嘛跪下了 不是跪下 這個跪不是真的 她是眼神對著酒杯 還是一個喝茫的人 眼睛去沸著酒杯 然後這個手 像是要來拿酒杯 戲曲的動作都是 我要指這裡 我不會直接指 我一定從這邊指過來 對 我要指那裡 我一定從這裡 要這樣圓的過去 所以我要指這個酒杯 我卻要從這裡指過去 好像是這個 可是又好像什麼 高麗士 你去把皇帝給我叫來 所以多層的意涵 多層視覺 也在觀良的筆下 你看觀良畫了蘇三起見 哎喲 我第一印象我就覺得好醜啊 這蘇三幹嘛 裙怎麼褲腳那麼短啊 還露出兩肩白腿啊 怎麼會舞台上 怎麼會有這個樣子 我覺得怎麼這麼醜 她就臉這麼大 比那家還要大了 那監獄裡怎麼會那麼胖 就是整個看起來 我本來覺得好好笑 然後她好高大 比重工大 比借餐還要高大 好像就可以逃獄的樣子 這看起來 我第一眼覺得很怪 可是你再看一眼 你看到了蘇三眼神裡 看到她全身的狼狽不堪 監獄中女子的狼狽不堪 跟她眼神中的怨氣 哀怨 然後就重工到一個好心的老者 不斷地勸她 走吧 走吧 你看這一張也是 重工到把她的家卸下來了 我幫你扛 我的拐棍給你 你看剛才是她有家 重工到有拐棍 現在是我的拐杖給你 你的家我卸下來了 可是她還是很狼狽 褲腳還是很短 慢慢地往前走 滿懷優越 而這個重工到的眼神 望著她 想要勸說她 你看一下舞台上的梅蘭芳 梅蘭芳跟這個長者 這個重工到有點蹲下來 然後你看舞台上這個家 是非常絢爛的裝飾型的家 可是到了 可是在官僚的心中 她看了蘇三七姐 她記得是一個可憐的女犯人 跟一個好心的解柴 所以她會化成剛剛那樣 所以我們也別忘了官僚跟林豐棉的比較 同樣在中西結合的前提上 官僚也是出國留學 她去日本學的不是日本話 學的是西方的印象派跟立體主 所以她回國以後的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 西方的立體派也在她的筆下 也就是官僚也會用主觀語言 不完全她是大膽的主觀語言 所以對戲曲人物的比例形象表情 是誇張變形的 可是她整體掌握住了戲曲舞台上的一趣神色 而兩個人的心態不同 官僚畫戲玩而出來的 所以不管她畫什麼人物 她畫再委屈的蘇三 我們也都看得眉開眼笑 因為她看到了戲的好看的地方 林豐棉不是那麼愛看戲 她看戲 她是以戲曲為載體 為她實踐立體主義時空觀的載體 她投射的是她的一個悲劇的心情 可是她們同樣的是 都知道什麼東西是創作 不是模擬現實 不是在線重現現實 主觀才是創作的個性 這就是回應到我們整個展覽的主題 謙響妙得 從主觀的寢思 藉由豐富的想像移情到客觀物像 才能夠傳神 我想我對的書畫實在是非常不了解 也很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勒服了這一陣子 然後我跟戲曲做結合 中間一定有很多的錯誤 請各位跟我多多的指證 也很高興各位跟我分享一些 戲曲看戲的心得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大家